因為我剛剛想說不要插嘴啦 但是網友都看不下去了 網友還跟黃傑說你可以翻白眼了 對 那我剛剛想說尊重這個原知 還是讓他把他的論述講完 但我還是要一條一條來回應 來表達一下正確的資訊是什麼 首先這兩個前坑法案 上禮拜很明確的就在議程上面 要不是我們民進黨 用這樣子努力的把它擋下來 很可能就會省到了 因為他就是在議程上面 這個立法院的網站都有 這個也沒有什麼好在凹的 所以這個其實他們一直說沒有啊沒有啊 那再來啦 如果他們真的要一直澄清說沒有的話 那代表說他們是不是也不支持 這個時候來審這個法案 那如果真的這個法案這麼好啦 為什麼現在要急著解釋說沒有沒有沒有要審 因為他們自己知道這個爭議很大嘛 就心裡有鬼嘛 好再來 他們一直說 你看我們連兩兆怎麼來都不知道 有預算嗎 欸很好 問對了 就是因為這兩兆不知道怎麼來的 為什麼可以強行通過 這就是大家一直在問他們的啊 你們到底憑什麼過了一個連多少錢 預算是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裡面甚至連可行性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都還不用做就可以這樣強行通過的法律 所以他們現在拿出來反駁大家的話 就是大家想要問他們的話 他們先把這些問題自己先釐清了 再來談花東條例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錢坑法案其實就是這樣 他們從頭到尾都在自我打臉 大家有發現嗎 他們現在多怕大家講錢坑法案啊 因為他們被大家發現他們就是在搞錢坑法案嘛 所以才不強行通過啊 不然他早就一起放進去對不對 好所以呢 這個錢坑法案 我還是鼓勵大家繼續講為什麼 因為他們還是接下來會 很有可能偷偷摸摸的把它放在議程上 趁大家一不注意的時候就來通過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因為被我們發現了 他們才不敢談 然後也發現說這個是人民最有感 論述上他們最不利 然後他們最心虛的這兩個 這個這兩個錢坑法案 然後現在是大家估算出來是兩兆 然後甚至這個兩兆 因為其實對民眾很有感 是因為已經有超多種版本 可以換算成什麼 我可以有多少營養午餐 我可以買下所有韓國所有韓團的公司 然後我可以聽多少演唱會 我可以出國多少次 我可以前瞻預算 可以就是三倍的前瞻預算之類的 那所以其實他們就是怕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有發現 這個真理就是越變越明 錢坑法案被大家發現這個多不合理之後 他們就縮了 很好他們會怕就好 請大家繼續的論述 讓大家知道說這兩條不僅是違憲 他們已經違反了立法院的預算權 他們已經去鑑躍到行政變預算的權利 然後還有裡面有多少諸多不合理的地方 請大家繼續講 再來 調查權 他講說這個4748 其實他們很好 第一個 原資你意見這麼多 你昨天為什麼都不發言 不是4748 4546之2 你昨天為什麼不講 這就是我們昨天在現場一直講的 他們明明就有意見 然後連發言都不敢 因為他們想要強行通過 他們很害怕 在議場上面列入這個關係文書 列入議事公報 讓大家把他們這個歷史留罪的這些文字記錄下來 所以昨天我們一直鼓勵他們 你們來發言啊 你們反正這麼好對不對 你們覺得超棒超讚超陽光 那上來講 不敢講 不敢出來打球 現在在節目上在那邊噴還要收抖 也不是不敢講 如果不敢講我現在就會不講 到底是怎樣 你就是在外面講 你在立法院裡面不講 因為一直被杯葛 我們想要趕快通過 什麼 對啊 昨天你們發言 沒收發言權 我沒有覺得有真意 昨天沒收發言權的就是韓國瑜 就是他們投票通過的 跟韓國瑜沒關係 跟韓國瑜沒關係 跟韓國瑜有關係 沒有 那就是國民黨發言 然後禁止討論 那個都國民黨要禁止討論 你也知道是國民黨禁止討論 對啊 跟韓國瑜沒關係 然後你就投票了 所以他自己 明明就想要爬了 我跟你講 明明說要討論 明明會發言的時候 先讓我講好不好 花三分鐘在罵韓國瑜 這個跟法條有關嗎 那你們為什麼在韓國瑜 還不審查 對不對 所以你們也沒有要討論 你們只想人生攻擊而已 對 好 再來講一下 他說什麼 為什麼之前 顧力熊油美女的版本 第一 那個是11年前的版本 現在已經2024年了大哥 2024年了 然後你一直拿一個 十幾年前的版本 然後來說 我們要通過你們的版本 第一個 時間 時間 時空不對 再來 第二個 現在誰在當立委 第二個 第一個 現在誰在當立委 現在是葉元智在當立委 他不敢為自己的提案負責 他不敢為自己舉手投票負責 再來第二個 這個法案現在誰通過的 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兩個通過 他們兩個黨 通過的版本 現在不敢為自己的法條負責 還要一直牽托 早就不是當立委的人 出來為他們背書 請問他們有什麼義務 要為你們背書 所以啦 其實你們就好好 就你們法條來討論 現在提案的 就是國民黨加民眾黨的 再修正動議 這個版本就通過了 文字寫很清楚 其實大家就就事論事 你們就為自己負責 責任政治就是為歷史負責 為自己的提案負責 你們真的不用再去牽托說 這個之前是誰提的 再來啦 當初如果真的這麼沒有爭議的話 早就通過了 就是因為有爭議 所以大家要尋求共識 所以我們坐下來好好談 所以11年前的這個版本 並沒有通過 因為大家知道說 這可能這個法案 因為非常龐大 它是一個非常容易 動輒得救的法案 所以當初大家坐下來好好談 就是因為我們遵循民主的程序 民主就是貴在審查 貴在這個過程 可是大家有看到 國民黨現在的做法是什麼嗎 他們第一個 沒收委員會的討論 委員會中心主義過去也是黃國昌非常倡議的 就是因為這個我必須要講 大家有現在發現這個法律有多麼恐怖了嗎 因為這真的太恐怖了 所以審查非常重要啊 大家有這麼多問題 你看他們都到了現在都二度通過 才要來節目講 然後不在委員會講 不在院會講 我們請他們講 他們不要講 然後到現在通過了 才跟你說這個法律其實是好的 那不就自打臉嗎 該審查的時候不審查 然後再來這個法律真的因為他擴權的範圍 真的他剛剛避重就輕 我必須要在此嚴正澄清 大家回去看法條就知道 他們把人民跟法人放進去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 這件事情為什麼這麼嚴重 是因為他關係到一般的人民 現在如果他想要叫你去問話 你就要去給他問話 請問一個立委到底是多大 你是太上皇嗎 你是檢察官嗎 你是法官嗎 你憑什麼價格安晴你過來給我問話 你不過來罰你10萬塊 對 連刺除嗎 罰到你來為止 罰到你來為止 你東西提供給我為止 這多麼恐怖啊 他們在窺探所有企業的隱私 他們在侵犯一個人民基本的自由權 這不就是回戒嚴嗎 我不知道他們是黨國太久了還是怎樣 還想要回到這個威權時代 今天早上翁曉玲講一個很好笑的 他就說我們只是恢復我們 應有的權利而已 什麼權利 是國民黨66年前來的這種權利嗎 黨國的權利嗎 這種戒嚴時期 把自己當成黨國時期的一個皇上的這種權利嗎 戒嚴時代過去多久了 他們還在笑想自己想要戒嚴 開槍打台灣人的權利 難怪昨天傳得那麼像鎮暴警察啦 他們就是要來恢復戒嚴的啦 所以這種事情有多麼恐怖 我們就是害怕大家繼續活在這種 這種隨時都害怕被查水表的年代嘛 那我在講說剛剛那個3Q有講到說 這個什麼徐巧欣 如果你不回答會怎樣 他講的他講的 有網友講的 網友講的 這個今天早上我就已經示範囉 因為我今天早上去就發現說 所有的政府的官員都好害怕 他們真的害怕 每個人回答我都說什麼 尊重大院的決定 尊重大院的看法 他們不敢講多一個字喔 然後 每個人就是我只是在問他說 像今天早上我們在審查這個 不動產估價師相關的法律 然後就問他說 這個你們要發表你們專業意見 因為不動產估價師到底 可不可以開放助理員 然後他的銀行自己的公正性 獨立性在哪裡 他們一個字不敢講 我就說你不要這麼怕 現在只是惡讀過也還沒生效 代表說他們的法條目的已經達到 他們就是要創造這種 讓行政官員上台 也不敢多講一句話 的這種氛圍 大家有感受到有多麼孤悚然嗎 多麼像白色恐怖嗎 所以這個法條的目的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早上這個 我當然也是覺得這很荒謬 因為我問你問題 如果你反問我 不好意思你反質詢 罰你 然後結果你不回答 不好意思你藐視國會 還是在罰你 對 甚至是有刑責的喔 然後就說 如果你只講了一半 不好意思你隱匿 關你一年 基本上你被叫去 這個就是他們現在的法律啊 你被叫去可能隨便也吃個十張罰單 很恐怖啊 十張太客氣了 他們要罰你多少幾百萬幾千萬 一場質詢就搞定 所以然後跟你講他們這個怎麼決定的喔 他們說院會決定 然後五個委員連署可以決定 你要不要再開罰 大家有發現到藐視國會罪是多麼荒謬的罪了嗎 所以我覺得原資不要就是說 你要來節目上論述可以 先在委員會論述 你在委員會有發言過嗎 絕對沒有 因為他們從頭到尾都不想要讓大家知道 他們所謂的國會改革法案 其實就是國會濫權法案 所以這件事情我要在這邊 非常嚴正的澄清這些不實的資訊 也請大家回去告訴大家 今天通過的法律有多麼的恐怖 每個人都有可能被查水表 OK 欸原資 你看喔 你剛說好像還在為這個法辯護 但是你看喔 包含美國在台協會前處長司徒文等人 都發表看法 而且共同開了記者會 對你們現在提出的這個國會改革方案 表示嚴正的關切與擔憂 綠穎主義 民進黨在後面 像剛剛黃傑講說 有這個聽證權 我補兩句就好 好 上下先跟你講 觀眾朋友你注意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這個節目 從開始到現在只有一張圖卡 表示什麼 我們今天 甚至圖卡的內容都沒講 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 真的耶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衝突那麼多嘛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們今天聊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在委員會裡面去聊 然後結果搞到委員會不弄 強情表決 強度觀山 民眾包圍立法院 然後他們來節目講 這我也可以回應 因為實際上委員會 公聽會就辦了三場 還有一次專案報告 民進黨的立委一堆人 民進黨立委一堆都去質詢 也都質詢了什麼周萬來 然後 沒有沒有 好幾個會 你先弄清楚 我先講國會改革法案 對 我講就是國會改革法案 有公聽會 公聽會的三場 然後還有專案報告 然後還有委員會 委員會那時候民進黨還開 每一條在討論的時候 還開 還表決44是散會動議 這個大家都有印象 你們不讓我們發言啊 你當我沒當過立委 怎麼會沒有發言 你們不要把不同的事情混在一起 那時候就是要討論 民進黨就不想討論 所以才舉散會動議 錯了 那一次就是排那個法案 那個排了非常多次的委員會 老果唯一 就是因為他不讓我們民進黨的版本 被送進去 那你也可以討論啊 並行討論 然後就被他們提散會了 總是你們都去諮詢 你們都法條保留 法條保留 法條保留 你們不要吵開話題嘛 那公聽會的時候 公聽會的時候 宗嘉賓有沒有去諮詢 你們的立委 柯建民有沒有發言 通通都有發言 所以不要 第一個 你不能講說什麼 都沒有 從來大家都不知道條文 都沒有討論過 都有 沒有啊 只是沒有按照 你們最後再修正 甚至不是委員會的版本 可能你覺得不夠 但是就是有討論 沒有討論 第二件事情 剛剛黃也講過 我覺得非常有趣 他說呢 你只要把什麼企業啊 把人家叫來聽證啊 或調查呢 就是黨國國家 就是威權 就是獨裁 哇 你罵美國耶 剛剛這 完全不一樣體質好嗎 因為美國也有澄清就 他有聽證權 他有調查權啊 他有調查權啊 沒有 你看又跳點了 我們現在講說 只要有聽證 特別我們剛剛講調查權 你為什麼講到聽證權 我們剛剛這邊講說 聽證的調查一樣啊 一樣啊 哪裡一樣啊 到底哪裡一樣啊 一樣啊 調查問題是哪裡一樣啊 現在黨立委 調查也是一樣啊 調查調閱資料 每一張是 美國國會有沒有調查權 美國國會可不可以去 把一般人 所以可不可以嗎 可以嘛 完全不一樣嘛 就可以嘛 所以美國有了這個權利 所以他們就獨裁國家 我們去司法法 然後 你支持課會重生 我跟你講 我現在就在救世論是 他們一支人生攻擊 跟代表李虧 哪裡 哪裡人生攻擊 我有說你頭髮少嗎 對 我有說你長的蟲嗎 他說什麼數值 我覺得講說數值就是在 你講什麼 誰講數值 你剛剛講的 我剛剛沒有講 哪裡有數值 反正就是 國會 美國也是有調查權 然後司法院大法官 585號 你不要把大家一般 上過公民課的 我們國高中 身上的公民課 我都沒有插嘴 來 來當作白癡好嗎 你為什麼怕我講 你為什麼怕我講 那你為什麼怕大家講 沒有沒有 你剛剛講 你剛剛講話的時候 我沒有插嘴啊 來我們手牽手 現在換我的時候 我們到委員會去討論 現在換我 現在已經沒有委員會了 現在已經二讀 怎麼委員會 你了解一下程序好不好 可以退回重生 可以退回重生嗎 你又不易 當然不願意啊 我為什麼要 我覺得我們程序都完廢了啊 我已經打成這樣 我認為程序都完廢了 我為什麼要退回 很少有機會 人家要伸出 都要罵 有餘的雙手 他是跟他握手 然後要退回委員會 我們就不要 你靠手不要 要審查 要討論 都不去委員會討論 我要繼續講 我要邀他回委員會 一起來發言審查 都不要 然後再來 那個部隊什麼的 他說 你們是國安問題啊 你們幫中共舉手 裡面條文講得很清楚啊 只要行政官員認為這是機密 就不用提供啊 然後所以昨天 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柯建民一直講說 你們是在幫習近平舉手 我真的不知道 什麼事情都要扣紅帽子 真的很奇怪 然後旁邊 為什麼要特別把部隊放入 他如果是部隊避案當 部隊避案當然就是 你們就是在馬文君 幫馬文君卸責而已 因為我跟你講 他又來了 我現在在救世論事 你一直在扯東扯西的 然後啊 他們提這一卡 特別把部隊放入 就是因為現在馬文君 卡了洩密的案子 他們想要幫他卸責 絕對不是啦 好啦 你要那麼不理性討論 這都要你講啊 那為什麼要特別把部隊放入 你照一般的 如果是避案的話 跟部隊有關 國家運作無權分立的情況下 今天要讓檢察官去討論嗎 你們憑什麼把人家叫來問話 在美國是這樣 體制完全不一樣 你說只差一個質詢權對不對 你只差一個質詢權 那你要不要看一下 質詢是什麼狀況 徐小新在 徐小新在質詢吳釗燮的時候 他問他問題 然後告表是國務隊 報告做問題 所以這樣的質詢 官員是這樣的態度 然後你跟我說 因為有了諮詢權 所以不能有調查權 很奇怪啊 我都覺得 原資這些話你都留著 我們回委員會討論 我們就已經審完了 我們有那麼好騙 大家怕什麼 人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藍白到底在包藏什麼禍 都知道 只是他們之前沒有關心 都知道 你看說人民不關心 因為你們不讓大家關心 都上網啊 人家有關心 人家昨天常問那麼多人 那是再修正動議 他們以為是花東騎立啊 根本就不是 沒有上網 他們要通過的東西 沒有上網 讓人民知道 那是再修正動議 然後現在過了 才在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讓人民知道 都為時已晚 就是包藏後薪 真的不用再講那麼多 好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這個場外 因為 好 公斤要講話 公斤要發言 先讓他們兩個 理清一下思緒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